來到一條Parcel Variation的題目 這裡有一個City的郵費C 是會Parcel Vari at Area A 和Parcel Vari at Rate W 然後它有一個資料 叫做2元的Basic Charge 這個2元的Basic Charge 是什麼時候收? 就是當郵件的Rate 是小於20 和Area是小於100 就會收這個 兩元了 很可惜這個2元是無作用的 因為你留意到下面 題目的資料 Rate永遠是超過20g 而Area永遠是超過 100cm² 12cm 即144 所以這個2元 就不需要理會 再去到下面 下面有另一句 它就說 是會Charge per 4g Healthier than 20g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? 也就是說 它是跟一個叫做4 的倍數去收費 可能 當 20g 就會收 5元 然後24g 就6元 28g 就7元 如此類推 那就是每4g 就會收 一個這樣的 charge 每4g 會收一個charge 但是當然 是超過20g 當然是超過20g 然後計算 所以 例如24g 你超過1.4g 如果超過28g 就超過2.4g 就計算 超過多少個4g 就收到多少錢 Area那裡也是類似的 就是每超過10cm² 就會收 K1那麼多錢 120cm² 就會收2K1那麼多錢 130cm² 就收3K1那麼多錢 所以我們條式呢 如果你要set出來 那去到 Part A的位置 我們就會是 Leg 這個C 就叫做 K1 乘以 A- A-100 除4 除10 那這個為什麼是除10 剛剛都說到了 那你因為120 你當是 這個 這個 下了2個 10cm² 120的話 如果你120 下了2個 如果你130 下了3個 所以你要先減100 你要先減100 然後再除10 那那再去到另一個 part 就是K2 就會成這個 W 減20 除4 今次除4是因為 就是這個位置是跟這個叫做每4g去行的 那看一下它exceed了20g,多少個4g 可能你是32g的,那你就exceed了3個4g 所以在這個情況,如果你是32g的 那你exceed了3個4g,那你代回去,這個代32 那你會計到整個是3的,那就符合回的 所以我調色就會減了一個數字,再除回相應那個份額 那接著呢,再看題目,再加些東西下去 那題目呢,就是下面給了兩個condition 這兩個condition,再加上兩條一色二色的樣子 那一色二色呢,就是3.5 3.5就等於0.1k1 那個area是110-100,再加0.25k2 那個rate呢,這次就是24-20 接著去到6元,就是0.1k1 130-100,再加0.25 即是我將over10和over4就寫作0.1和0.25 那就28-20,那solve回來呢 你呢,你就應該會計到 計到這個叫做k1是-1 k2是4.5的 所以這個c呢,就是-0.1 A-100,再加4.5 加4.5 成0.25,就是1.125 w-20,那這個partA啦,是不是 接著去到partB,partB只不過是代數而已 就會代呢,我們那個w是32 而那個a呢,就是... 那個a就不是代144,你要知道 因為144就不是10的倍數 你的area是要代150的 因為你12cm是計到144 144就是你每10g就會收一次錢 所以你是代150的 然後呢,c呢就會是-0.1 150-100,再加1.125 32-20 先按下機先 -1 乘50 再加1.125 乘12 我計到8.5的